我觉得不是我拿两分吧 因为还有安哥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一起赢下的双打比赛 还是这场圈 我觉得自己 会在70左右吧 还是出现了一些很多问题 我们在场上的这种 一上来这种不止战术 这种沟通 可能还是不够准确 然后包括两个人 可能更多的 还是给彼此留的空间 过于的多 可能我觉得打的 有一些过于的主动 可能一上来的时候 造成了很多这种无谓失误 在这种领先的时候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以控制为主 然后打防守转攻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这种球路和局面 都会让我们两个很舒服 其实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 5比0领先 然后对方就是发球有点快 我就有点没跟上那个节奏 然后一下感觉突然间 就感觉踩不准点了 整个球自己也想 就是先上台 但是有点不受控制 这种出界这些 到了后边 我觉得还是 因为毕竟 第一局还是有优势的 然后还是延续着 第一局的这种战术 然后一分一分去 跟他打 去跟他打 去跟他咬 去过 敢于跟他纠缠 就会好一些 其实 这个团队每一个人的这种 分量都非常重 这个团队需要每一个人 并不是只需要你一两个人 或者只需要你一个人 这个团队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我觉得是三个人 甚至厂下的 我们包括厂下给我们加油的 然后为我们服务的这些保证人员 包括这种团队里的每一分子 都对这个团队 对于打出的这个成绩 都会有帮助 我觉得决赛 不论队到哪一个队 其实他们的整个状态 和气势都非常强吧 然后我们还是做好困难准备吧 迎接这样的一个挑战